这是两个馋盒子的疾风相对 师父 请您把脚收一下 以身不收 你还是退回去吧 弟子 以进不退 得罪了 说完便推车 从老和尚脚上 我的脚啊 老和尚召集众人到法堂集合 拿着一把斧子走得进来 刚才碾伤老僧脚的家伙 给我站出来 徐云默默走到面前 把头伸了出来 师徒二人息息相应 老和尚哈哈大笑 切合我义者 古炎也 好一个已进不退 老和尚告诉徐云 他父亲已经调动官府 起来抓他回去 是去是留 让他自己决定 徐云表示 将去后山沿洞修苦行 可苦行说来容易做来难 许多人苦求活法 却没有一个人 能在深山中度过修行这一关 徐云则想教绑古来大德 为修行而不惜屈命的精神 老和尚随后并给徐云 授具足界 妙连长老赐法名掩彻 自得轻 从今往后须上求佛道 下话众生 秦修界定会 熄灭贪尘痴 以佛为师 以戒为师 官兵前来搜查 徐云往后山逃去 僧侄师告诫徐云 要注意一态 说后山有一狮子 严冻适合修行 就看你有没有缘找到 说完便递给徐云一个蒲团 让他赶快逃走 很快徐云便消失在 王王离海中 从此开始了 长达六年的苦修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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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苏